中秋节烤肉有不少人喜欢买文革跟牡蛎 但是今年可能要多花点钱了 同样是因为凯米台风带来暴雨的关系 造成台南文革养殖区的海水淡化 让文革死亡率高达六成产量大减 另外嘉宜东施牡蛎同样受到影响 在目前代科牡蛎每台金六十元 每代科的每台金一百八十元 而且预估中秋节的价格还会再上涨一成 鸡蛋在铁盘上煎得滋滋作响 好吃的鹵蛎煎不到一会就大功构成 另外还有这盐菊鹅也颇受欢迎 但受到风策影响 嘉宜东施的鹅蛎产量大幅减少 然后越到中秋节的话 可能会涨到一成左右 因为今年台风的原因 一些鹅棚都被海浪吹走 所以其实今年的鹅蛎量 原本本来就比较少了 就稍微调可能就是一二十元的价差 蜡蛎是惨重 产量约少了两成 目前代科的母粒每台金六十元 没代科的每台金一百八十元 预估下个月中秋节将再涨一成左右 而文革也大受影响 来不到上市的大小 来到台南文革养殖场捞起来的文革 体型几乎都偏小 还不太能拿到市场去卖 而旁边死掉的文革被堆成一座小生 因为之前开明台风狂下暴雨 抖致海水动化 温哥死亡率超过六成 能卖的实在有限 价格上应该会涨大概 如果价格太贵的话 可能就少买一点而已 这样子 一样会买的 只要涨幅大 大多的民众都还能接受 但就怕中秋烤肉食材 什么都涨荷包吃不消 还是得精打细算 记者蔡从无最佳一台南的采访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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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